闺蜜一点儿有没有女人的样子 我就说她 你矜持点好吧 跟个爷们样 以后谁敢娶你 女同学唱歌声音特别悦耳 我就夸她 嗓子真好 她说 特别是谈了男友后 街坊邻里都夸我嗓子好 女儿看我买的防晒双说 老妈 你真的认为这个东西有效吗 她连自己都帮不了 盒子写着避免日照 我妈各种嫌弃 你瞧你又懒又胖 改名儿跟着你书去学开挖掘机减减肥 我一女孩能开挖掘机吗 你不说 谁知道你是女孩 梦见老公死了 哭醒了还是很难过 抱着老公不断地哭 老公问道 我怎么就死了 被我气死了 妈 我跟你说个事啊 你不许拒绝我 你说不拒绝我偏要拒绝 这不 明天就是母亲节了 走 我带你买礼物去 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呗 老公突然问我 你十九岁那年为啥休学一年 家里出了变故 那你肚子上面怎么有一道疤 其实那时大一混社会被人捅了 陪女同学吃宵夜 女同学说 你陪我喝点吧 不了 我不会喝酒 我也不会喝 而且一喝醉就爱乱亲人 老板感冒 嗓子疼 他突然来了剧 哎呀 今天真是不舒服 我估计我是前列县种大了 有个贼偷水果 被巡逻队抓了 要关起来 贼说 不就偷了山竹 至于关起来吗 巡逻队说 我们这里以前有个猴就偷了一个桃 被关了五百年 暗恋一女生写了风情书 做课间操的时候 冲过去塞到他手里 后面的几节课上 我一直提心吊胆 放学的时一看情书还在 一块钱不见了 被老婆打得鼻青脸肿 找哥们诉说冤屈 这是你平时太软弱造成的 你应该像老虎 他老婆立声问 做老虎干什么 哥们马上说 好让你做武松啊 哥们说 店面 两轮计面都通过了 最后一轮人事 他居然是我前女友 让你来面 就是要让你体会一下被抛弃的感觉 哥们收到前女友短信 今天我结婚 速来酒店 再不来就不等了 小伙子风驰电车赶到酒店 四一拿麦克风高喊 三比三 双方圆刃持平 现在开席 同学们 请考试的得分九字开头的站起来 让同学们看一下你们的好成绩 我考了九分 应该也算九字开头吧 有个男生给我写情书 老哥领着我去找那男生说 我是你大舅哥 以后有零花钱 一定要给我 气得我告诉了爸妈 爸妈狠狠揍了哥哥一顿 女友跌倒 我连忙拿出手机拍照 女友脸一沉 你在笑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别人 我一愣 赶紧把刚才拍的照片 分享朋友圈 哥们外出住 快捷酒店 晚间不断有电话打进来问 需要服务部 确实无奈了就说 需要 有没有年轻 帅气的男的没 至此安静了 女上司把我单独留下问 你喜欢六十九吗 喜 喜欢 后来 我就开始了朝六晚九的生活 哥们面试 面试官说 小伙子 你不要紧张啊 我真的没有紧张了 不紧张你坐茶几上